只有形成消费能力把钱发给老百姓 才是拉动阶级增长 就中国啊 过去十年二十年一直是投资驱动 就政府只要说是稳增长 他就去搞投资 修桥修路修机场 修各种基本建设的这些投资 在传统的官员学者的眼里面 只有修成路修成机场修成房子 才是看得见的东西 既形成供给能力又能够拉动需求 他们认为这个叫稳增长 从观念上搞一个三万亿五万亿的投资 很容易就过了 选项目审批项目上项目 从上到下就这么干了 所以面对疫情冲击2020年以来 一上了稳增长我们就是去搞投资 但是你要是在中国说 发三万亿五万亿去给老百姓去发钱 它有很大挑战 发给你钱的话你会消费吗 你会把它存起来啊 发消费券的话能不能发公平啊 会不会做成腐败啊 西方正好向晚 美国一直在说搞投资 到现在喊了两三年了 什么都没搞出来 但是它发钱很顺利 疫情以来发了五万亿的美元 所以美国这个发钱 冷消费经济增速 创了十几年二年的新高 但是假设在中国 我们也发个三万亿美元 假设再少一点啊 不要发那么多了 二十万亿人民币了 少一点发六万亿人民币行不行 六万亿人民币给谁发呢 给那个六亿中低收入者分 越薪越收入两千块钱以下的 给那些人发 那一人一万块钱呢 三口之家三万人民币 五口之家给你发五万人民币 你说中国的消费能不能起来 经济会不会好 但是呢 这种观念啊 冲击太大了 这不是我们的这个习惯 所以对中国而言 现在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观念转型 就这本书这个 深度转型里面谈的 观念转型 后基建时代 后工业时代 靠投资来驱动 已经过时了 只有形成消费能力 把钱发给老百姓 才是拉动学级增长 反过来搞那些除复建设 修那些没用的路 没用的墙 没用的楼堂管锁 那才是最大的浪费 所以对中国而言的话呢 从稳投资来拉动增长 到稳消费拉动增长 需要一个这个重大的 观念变革 这个观念变革 一天不完成 中国的稳增长就稳不住 必须得前所未有的 重视消费 嗯 说得好 就得给中低收入者发钱呀 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 台湾 是吧 绝大部分文明国家 都这么干的呀 你中国有吗 最近又要说 搞什么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又拉动铁攻击 根本就是 一个是无效的 一个是浪费的 一个是这里边官商勾结 利益输送 既得利益者的 对吧 中国对底层人 对中低收入者 对吧 这照顾有吗 没有任何照顾 几乎是 他有的是什么 盘剥你 拿你当韭菜 公平吗 对吧 中国的基尼系数 贫富差距有多大 对吧 有钱的人 都是什么人 绝大部分的真正的有钱人 对吧 那个多少亿资产以上的 93%都是红二代 红三代 对吧 这绝对都不公平 一点都不公平 严格来说 普通的中国人 你有一个国家吗 对吧 对你有任何的照顾吗 有任何的保护吗 对吧 没弄死你就算便宜了 是吧 没给你全家整死 就算对得起你了 哎呀 中国这国家呀 就800年之前的国家 我一看 在那个 中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